為什麼會去香港 為什麼他都認識 眼看婦人將踏入詐騙陷阱 台灣銀行的行員 趕緊請保漆員警介入 他說在香港 而且你就網路認識這樣 沒有見過面應該不要跪 因為怕危險 所以我已經答應你 錢要回到香港 可是對方都沒有見過面 員警提醒是PAN 婦人還是很傷心 怎麼會先回過去的 我相信他 我相信他不會騙我 網路你連見過面都沒見過面 怎麼會那麼傷心呢 原來詐騙集團 又是利用亂槍打鳥的方式 亂發訊息 吸引不痴情的民眾上鉤 透過通訊軟體跟臉書 來進行詐騙 像是這起案件 對方說自己名字叫福晉 而且還放上帥氣照 在藍天底下的照片 看起來好陽光 以整個融化富人的不信任 再告訴富人說 可以投資港產 一柱五千美金 但他幫忙弄到 一柱五千港幣 以台幣換算差了六倍 而且小姐姐小姐姐的叫 富人就信了 福晉哥都叫這個富人叫姐姐 那這段時間 經由每天虛寒問暖 然後他富人也就這樣 一步一步的陷入這個陷阱裡面 近期詐騙手法不走大筆 而是以幾千或一億兩萬塊的 小額詐騙 同時還利用照片來取刑被害人 警方呼籲天外飛來的艷福 小心不是福是破財 記者梁家文 吳怡靜 在高雄的唱不到